气象局持续发布低温特报 真的是有够冷的 今天最低温出现在基隆只有7.7度 那么山上呢 宜兰太平山今天上午最低的温 竟然出现了摄氏负2度 那么很多人忘穿了春雪 想要等但是呢 现在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雪 但是整片的山头结上了一层薄薄的霜 还是很漂亮 整片山林冷到结霜 花朵和树枝都结冰了 虽然没有下雪 还是让太平山很有北国美景的感觉 山上气温只有零度 游客轮到皮皮串 地上结冰 停在停车场的车子 从头到尾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霜 小朋友的脸也冻得红通通 可惜没有看到下雪会不会就有点遗憾 不会啦 因为看过了 那当然有点期待 因为很久没看了啦 对所以 如果有当然是最好 虽然没有下雪 不过民众看到一片白茫茫的美景 还是都非常开心的拍照 忍不住赞叹 真的好漂亮 好冷啊 虽然游客嘴巴上面说好冷 但是看到太平山上一片白茫茫的雪景 甚至开心的假装吃起了冰棒 中天新闻 林医生 龚无凡宜兰 采访报导 我会去换ig她们的休门